好开始 下半开始讲解职宝作业的 展开GP之后 下一步需要做了十几时间 一个先把装电池 这个电池需要是一组 一个编号 二号电池 然后把电池充满电 放到药箱上面 然后这边上面有粘贴处 才把电池给粘好 现在电池已经长紧了 然后电池上面有个扎带 可以用点粒 把扎带给扎进 电池没有任何晃动 然后这都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是准备摇空器 然后下一步是准备摇空器 然后这都可以了 这个摇空器是可以连接 咱一个手机的地面站 然后先把这个线插好 把这个卡电池的卡槽 卡手机的卡槽给抽出来 放上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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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连接手机 先连接手机 先打开摇空器 这个是开关 摇空器 打开摇空器 然后给飞机上电 这是两组电池 然后两个插头 先插黑色的 这个也先插黑色 然后先插右边的这个红色 这个红色中间是17时候的 这是防打火车 然后再插这个 最后插这个 这时候飞机上电会自解 然后此时摇空器 会自动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对应的地面站 客户收到飞机 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 连接飞机之后 校准次落盘 校准次落盘呢 流程是切换模式开关 三到五次 等指示灯变为黄色 然后此时需要水瓶 水瓶放置飞机 顺时针旋转 直至黄灯变为绿灯 黄灯变为绿灯 然后机头朝下 然后机头朝下 顺时针旋转 绿灯变为红绿灯 长红绿灯闪烁 红绿灯闪烁 此时代表校准校准成功 如果是红灯常闪 就代表此地方干澡比较大 校准不成功 需要重新换一个地方 再进行校准 等到正常闪绿灯之后 需要重新给飞机上电 等飞机的指示灯 闪为绿灯长 绿灯慢闪 代表GPS 微星数 数量足够 可以正常的作业 现在绿灯慢闪 这个服务人机已经 搜星已经数量够了 可以正常的进行操作了 同时在地面站上可以看出来 显示的可正常飞行 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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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一下 加上 比特